請問一下麥格 是 有一位女明星 是 隱星 也是為了照顧家人 終身未嫁 對 這個我們就不全宜了 給大家看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影后 慧英國 慧英紅其實這是她 年輕的時候的照片 這是她 你看 也沒什麼變 她其實好漂亮 慧英紅現在已經六十了 她現在 已經六十了 很漂亮 其實慧英紅她的家世 原來是很好的 她的祖先是清朝當官的 因此她的血液裡面 是流著格格的血液 那個時候她的爸爸 是三妻四妻 就是家裡是很多那種 而且一下可以買 可以買到一整條街的房子 那種大戶人家 因為她有格格的血液 可是這種頑固子弟 守不住錢 一夕之間被騙光了 全部財產歸零 慧英紅才三歲 就跟著家人住到 本來的大街洋房 住到山上的小皮鐵板屋 木板屋裡面去了 而且馬上就要出來乞討 因為這樣子 三歲開始乞討 一直討到十歲左右 十幾歲 十幾歲 十二歲 十二 三歲 十二 三歲 你不可能再去乞討了 她有一天就看到這個 舞廳真舞小姐 就馬上去應征 當然就進去了 所以她就開始去練舞 開始練舞 然後她因為剛講 各種聰明什麼的 也都不錯 所以她馬上就變成裡面的紅牌 整個來講是很不錯的 那有一天就碰到 以前邵士有個大導演 武俠片大導演 就是發掘網語的張策大導演 就去這個 那張策當時就一眼就看上了慧英紅 就來演戲 那那個時候 她一進到演藝圈的時候 香港演藝圈就是兩種戲路 拳頭跟枕頭 打的 那時候台灣很多明星選枕頭 她得第一個獎的長輩 你大概都沒有看過 這個電影就是很冷門的電影 她得第一個電影就得 她後來當女主角的長輩 就得了金像獎影後 那個時候才二十歲出頭 正要她的武打 要那麼刻苦地咬緊牙關 要打出名堂出來了 香港的那個 那個香港電影的類型 經常瞬息萬變的 枕頭也沒有了 開始流行文藝片了 就是林青霞 台灣的文藝片要反攻 就是收復香港了 三廳的文藝片 海歐飛出 珍珍 她們又來了 她用這個打戲沒人看了 這個全部都往下滑了 她怎麼辦 她就得了憂鬱症 一直到四五十歲 才再出來演配角 然後她開始重新進入這個圈子 演配角 從TVB港劇或一些電影 演配角 大家發覺很會演戲 一直得獎得獎得獎 才變成現在一姐 但她到現在沒有嫁 對 也是為了家庭 跟家庭的背景都有關係